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爱那语气回眸 你在哪一方停留 天若有情义无情 爱到最后要分离 你轮回的影迹 落在我眉运 直到有一天不能呼吸 天若有情义无情 万种红尘我的你 用你的牵挂 燃尽我白马 痴痴天涯你终会远离 天若有情义无情 爱到最后要分离 你轮回的影迹 落在我眉运 直到有一天不能呼吸 天若有情义无情 天若有情义无情 万种红尘我的你 用你的牵挂 燃尽我白马 痴痴天涯你终会远离 Tak Zoom 准备 了 小姐 亲战姥爷下了严令 任何人不得擅自离开军兰院 原来这就是赤云柔 让我们去清风观的用意 他们到底想把小姐怎么样 干算我杀出去得了 军头 你要是这么做的话 就中了赤云柔的计了 你们俩过来 白纸 现在有人指证我 不是真的李威夭 你相信吗 小姐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问这些 我自识不信的 更何况无管别人说什么呢 我跟的是小姐你这个人 谢谢你 阿白纸 不过呢 自从李敏锋死了之后 我就知道 赤云柔迟早会出手在对付我们 她能够忍到今天 已经是出乎我的意料了 那我们就坐在这儿 坐以待毙吗 前招拆招吧 春明 你将二小姐和那妇人 带到大堂 当面对质 是 你可别再给我惹出什么乱子了 导演 南安王殿下 高阳王殿下到 好 来得正好 假使李威夭是假冒的 可他现在得到皇上的青睐 你爹必会以假乱针 蒙混过去 但如今两位殿下皆得知此事 你爹就只有一种选择 那就是让李威央死 没错 没错 我一定要让他 为你哥哥的死付出代价 回大人 名妇没有见过他 你 果真不认识他 名妇 不敢欺瞒大人 尾央啊 你可认得他是谁吗 父亲大人 尾央平日确实很少出门 附近的那些人 尾央都不认识 将抚养未央的刘氏带上来 民妇给各位大人请安 刘氏 你抬起头来 现在问你的每一句话 你都要说实话 否则 不只是你 连你的家人 都难以活命 民妇不敢撒半句话 你们俩可认识对方啊 大老爷 这就是住在我们家附近的刘氏 这是高嫂子 看来你们相互认识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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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看看身边这位姑娘 你们可认得 什么 是我家二小姐 你胡说 她才不是二小姐 大老爷 二小姐我见过 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敢欺骗大老爷 当心被拔了舌头 老爷饶命啊 老爷饶命啊 老爷饶命 大谈 还不如是招来 民妇实话实说 她 她确实不是我家二小姐 这种事情 你可不能信口雌黄 民妇不敢 不敢不敢 大娘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我呢 站住 尚淑大人有令 任何人不得进入 如今两位殿下都在里面 你这么做 根本就帮不了维扬 之前那个妇人竟然说 不识得李维扬 难道说这李维扬是假的 怎么可能 不会的 你不觉得这个李维扬 很是奇怪吗 他要真是假的 我看啊 这欺君之罪死罪难逃 你再跟我说一句 休怪我不客气 你那么大声吼我干吗 李维扬又不是你亲戚 即便是死了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知道了 你和李维扬 肯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 是不是 你干吗 你干吗 我告诉你 下次就不是扑瓜子 这么简单了 李敏德 你给我站住 事情到底如何 你从十招来便饶你一命 若敢胡乱扯祸 定不轻饶 不敢不敢 君儿不用激动 尚书大人在此 定能公正处理 你说她不是二小姐 她又是何人呢 其实这位姑娘是谁 我并不知道 当初李家来接人的时候 二小姐她已经死了 这位姑娘 从我家路过的时候 我看她孤苦伶仃的 没人照顾她 是她自告奋勇 要替二小姐的 我当时心里害怕 害怕老爷怪罪于我 所以就顺水推舟 答应了她 大娘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呀 我在你家住了这么多年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我呢 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父亲 我真的是为妖 我没有骗人 大娘 我们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要这么陷害我 尚书大人 此事事关重大 必须慎主 刘师 你可知道 欺骗殿下 该当何罪啊 知道知道 民妇不敢欺骗殿下 二小姐的尸首 就藏在我家后山里 如果大人不信的话 一查便知 老爷 既然如此 不妨开棺验尸 二位殿下 意下如何 不妨一试 好 来人 将尸骨取回 结果如何 很快便会知晓 将魏央 关进房间 任何人不准接近 母亲 母亲怎么知道 这个李未央是假的 我早就怀疑了 救灾之策 让我质疑万分 一个乡下的女子 十字都难 更何况谈论正事 是 于是我就派红罗 亲自带着她的画像 到刘家附近询问 结果 无一人认识 我就肯定 李未央定是冒充的 奴婢派人找到刘氏 一开始她还不肯承认 后来她看到 她女儿的天身之物 这才说了实话 可是 父亲会相信一个乡下妇人说的话吗 一具尸骨 也已经死无对证了呀 放心 我自然有办法 如果高阳王殿下 知道这个李未央是冒充的 定会对她死心 母亲 您先休息吧 我也先回去了 好 是啊 那 父亲 喝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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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口 喝口 喝口 高阳王殿下 七娘 只能见一会儿 嗯 卫药 娘 你怎么来了 父亲不是说 不让任何人来见我的吗 白纸买通了看守 我才能过来看你 我偷偷从厨房 拿了点吃的过来 娘 今天的事情你也都知道了吧 其实我 你不用说了 我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只相信我自己亲眼看到的 我知道 大夫人她一直针对你 都是为娘不好 才让你受了那么多苦 娘 你不用担心 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快吃吧 一会儿就凉了 时间到了 快出了 有没有烫到你啊 快 快给娘看看 娘 我没事 你早点回去吧 免得烙人把柄 外面风大 千万不要着凉了 那娘走了 嗯 这件事 是不是和你有关 殿下为何如此说 难道你怀疑我陷害卫央 你说吗 果真不是 你我从小一起长大 难道我在殿下心中 就是这样的人 骗人的是那个假卫药 他冒名鼎蹄 进入我们李府 还不知道意图如何 你不去怪他 去跑来责问我 殿下 这是不是有点太偏心了 事实还未可知 你怎么知道结果 如果是真的呢 殿下还会相信他吗 就算是真的 我也相信薇扬一定是有苦衷的 我知道 薇扬不会有害人之心 不过这件事情如果真的跟你有关 我也不会袖手旁观 是 殿下 长乐一直记得殿下说过 会娶我的 这些年 只要长乐想到这句话 就会觉得非常幸福 我很抱歉 我真的不知道 我年幼的戏意 会给姑娘带来 这么大的影响 殿下 经常和我一起说话抚琴 我们在一起很快乐的 难道殿下都忘了吗 其实 我只是欣赏姑娘的心意 姑娘是不是误会了 误会 我这么多年的回忆 居然被殿下说成声误会 我真的误会了吗 而是说殿下变了心 看上了李卫英 所以跟我的一切 都变成了误会 这一切跟李卫英 有什么关系吗 就是因为她 殿下才负了我 我们青梅竹马 人人都认为 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可是殿下竟然为了她 把我们所有的回忆都抹得干干净净 她只是一个洗脚丫鬟生的野丫头 她凭什么 她不配 姑娘 慎也 我为我年少的盲撞向你道歉 我也希望你能够早日忘却执念 寻找自己的幸福 我的幸福 就是殿下 我身定了你 再也不会喜欢别人 这不是李大小姐吗 这不是李大小姐吗 平成第一美女 果然是名不虚传 俊儿 真是厌妇不前的 黄叔 你就别再拿侄儿说笑了 如果这个李卫英真是假冒的 那就是欺君重罪 恐怕难逃一死 现在唯一能救她的就是父皇 俊儿 你打算怎么办 我相信薇英 就算她是假的 我也自有对策 殿下觉得高阳王殿下 会为了李薇英向圣上求情吗 若是如此再好不过 为了一个女人 竟无视欺君重罪 这样的人 又有什么能耐治你天下 难安 王殿下 是 是 殿下日理万机 却因为这些琐事 耽误了殿下的宝贵时间 常如惭愧 诸事皆有定数 姑娘多虑了 对了 你是李卫英的妹妹 这段时间朝夕相处 以你之见 这李卫阳是真是假 真相未明之前 常如不敢有所定论 但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觉得二姐虽然在乡野长大 但却知书达理 聪慧机敏 能在短短时间内 得到圣上 和几位殿下的赞赏 实属不易 常如很高兴 能有如此之姐妹 从小在乡野长大 却又知书达理 聪慧机敏 你家二姐算得上是 得天独厚了 二姐到底是真是假 我相信最有功断 无错 结果如何 回大人 此尸骨 确实是十六岁左右的女子 就算如此 也不能证明这具尸骨 就是二小姐 更不能证明 县主就是冒名顶替 父亲 他们有意想要陷害女儿 自然可以找到一具 年轻的女尸 老爷 这是卫羊啊 什么 王 妾身认的这个手镯 当年卫阳刚出生的时候 妾身亲手给他戴上的 这手镯老爷也应该认的 这确实是我李家之物 难道他真是伟羊 你为何不说实话 你到底是谁 前入我们李家究竟有何目的 父亲 为什么你宁愿相信一个素不相识的妇人 而不相信自己的女儿呢 住嘴 查清真相之前 不许再叫我父亲 老爷 看来他不吃点苦头 不会说实话的 来人把他带下去 打到他肯说为止 住手 尚书大人 此事尚有可疑之处 殿下 事实已经摆在眼前 如今要查出他真实的身份 和他潜入李家的目的才是正经 父亲 这具尸骨来路不明 是有人故意要陷害我 请父亲明察 带走 父亲 等一下 看他的脚 放开他 让他把号说完 敢问父亲 在我小的时候 我的身体四肢 可有异于常人之处 我一样出生之时 我曾仔细观察过 未见异常之处 您看这尸首的脚 他有六个脚趾头 父亲英明 一看便知 是 尚书大人 你看清楚 这根凸起分明是第六根脚趾头 越来越有趣了 我们李家 从未有过六指之人 这尸骨 绝不可能是魏央 可他为什么 戴着我们李家的镯子呢 父亲 女儿从未见过这个镯子 敢问父亲 是否亲眼见到过 我戴着这个镯子 府里的镯子 一直都是母亲在保管和分送的 我倒还想问一问母亲 为什么 您的镯子 会出现在这样一个 想要陷害我的尸骨上面呢 老爷 你这是在怀疑我吗 尚书大人 此人 肯定是熟悉李家之人 想必 也是李大人熟悉之人 还请李大人能够明察 还县主一个公道 还县主一个公道 我看就是你在捣鬼 你要说出实情 我就放你一条活路 如若不然 拖出去掌斃 大人饶命 大人饶命 小姐 小姐 子明 一切都准备好了 已经按照你的吩咐 将流氏后院的尸骨 偷偷换过了 太好了 我倒要看看他们如何来证明 这局多了一根脚趾的尸骨 是李卫央的 可是万一他们发现了怎么办 不可能 卫央姐姐的尸体 本来就是我亲手安葬的 他们不可能找到 或且他们找的尸骨 本来就是假的 老爷 民妇交代 这具尸体 确实不是二小姐的 但这里面肯定是有人捣鬼 那谁在捣鬼 说 你最好跟我说清楚了 到底是谁在背后捣鬼 好还我一个公道 捣鬼的人就是她 你看这个女子伶牙俐齿的 我真的说不过她 我没有办法 所以弄了一具假尸体 大老爷 我是有证人的 那证人就跟我住在一个客栈 老爷你要是不相信 就把她请来 跟她对质 你是何人 你抬起头来 你也没有 Dr. 太子 そう 我能不能 父亲 我是卫央啊 终于见到父亲了 父亲 父亲 卫央 是卫央吗 卫央怎么还活着 不 不可能 薇杨死后是我亲自演呆的 薇杨不可能还活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老爷 这才是二小姐呀 这才是真的二小姐 我们这些乡亲们都认得她 刘氏 他说的是真的吗 这个战斗是假的 这个是真的 既然如此 那你为什么还要拿具尸骨 再去故弄玄虚 这不是想早点完结这个事吗 所以各位大人相信我 战的这个是假的 跪的这个确确实实是真的 你说谎 你为什么要这么颠倒是非 他 你明明是 明明是什么 你到底是谁 你为什么要说出这种话了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父亲 这个人说的话 根本就不可以相信 娘 这位是七姨娘 你的生母 娘 终于见到你了 娘 我才是卫阳啊 我才是卫阳啊 我才是您的女儿啊 娘 您当真不认得我了吗 卫阳 娘 娘 七姨娘 你不认识了 你仔细瞧瞧 刘氏带来的这个卫阳 跟你长得多像啊 同样的楚楚可怜 温柔舒婉 如今旁边这个人 无论是长相还是性子 跟你都没有一丝相似之处 我才是想要 你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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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我好开心 你还有什么话说 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了 还不快说 你潜入我们李家 到底是何目的 你别再装了 我敢肯定 你不是我女儿 七姨娘 未央一出生就离开了李家 你可别妄下断言 娘 你别叫我娘 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女儿 我女儿左手上有一出胎记 她没有胎记 你才是假冒的 这才是我女儿 虽然卫阳从小不在我身边 我也不能辨认她长大以后的模样 但是 就凭这块胎记 我也能认出 她是我的女儿 你才是假的 还不快说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为何要陷害卫阳 你说 你究竟是哪里来的野丫头 竟敢冒充我李小燃的女儿 还有你 这一切都是你编造的吧 大胆恶奴 兴风作浪 来人 全都给我带下去 是 都是你这个冒牌货 害我差点出生大错 我一定会查明此事的 等一下 到底是谁想要陷害女儿 都还不知道 有什么事 龙氏后再查 先把他们带走 大人饶命 大人饶命啊 上书大人 殿下 此乃本是臣的家务事 万万不敢劳烦殿下 上书大人 断事如神 本王领教了 臣深感惭愧 本王还有公事 告辞了 军儿 你不走吗 我 本王先走一步 臣恭送殿下 卫阳 母亲一时被奸人所蒙蔽 让你受了许多委屈 我和父亲一定会查明此事 还你一个公道 没想到这次过来 竟然看了这样一场闹剧 吼 李未央 我 拜见殿下 常如知道殿下即将离开 特意来送殿下 如今已经证明 李未央是你的姐姐 不知常如小姐心情如何 有如此聪慧的姐妹 常如自然高兴 那常如小姐如何看待这件事 有能之人 假的也是真的 无能之人 真的也是假的 真相到底是如何 反而没那么重要了 没想到 常如小姐 既是如此妙人 本王今天算是见识到了 殿下虽在 后会有期 常如姑娘 恭送殿下 后会有期 殿下 侍弘罗美勇 辜负了夫人的期望 还请夫人见谅 我知道一副尸骨 对付不了李维央 只是我没想到 你一家乱真的一荣术 也拿他没办法 现在先不说这个了 我是趁老爷出门办事的功夫 特意赶过来的 你将面具给他戴上 我会造成他畏罪自杀的假象 是 夫人 军头没用 使小姐陷入险境 万死难辞其咎 请小姐责罚 你看你又小题大做了 我这不是没事吗 不过这次啊 真的是好险 没想到这趋云蓉 竟然找到了一个 一模一样的李维央央处来 小姐 世上怎么会有两个 如此相似的人 我怀疑 那个人是易容高手 易容 不错 我听我爹说过 世上有一种奇特的易容术 可以使人的面容 以假乱真 各种高手 甚至可以凭几个 知情人士所描述 做出唯妙唯孝的人品面具 原来还有这种事情 真是匪夷所思 防不胜防 不过幸亏有高阳王殿下 君陶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多提高阳王殿下 不过这一次 要不是他鼎力相助的话 可能我早已命丧皇权了 君陶并非对他有成见 君陶只是关心小姐 未灭我大梁 他是大魏的长孙 君陶希望他离小姐远远的 你说错了 不管他做什么 我都不会受影响 我会彻底查清此事 将那个冤枉你的人找出来 多谢殿下的关心 多谢殿下的关心 不过 这是臣女的家中事 父亲自会处理 就不劳殿下费心了 不管什么情况下 高阳王殿下 都帮着那李未央 殿下好像真的看上他了 如果他要娶未央为妻 胡说 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庶女 哪配搓皇孙妃 太子妃万万不会允许的 可他现在已经是县主了 不是庶女那么简单了 母亲 难道他真的是我命里的克星 要破坏我和高阳王殿下吗 常乐 现在皇位属谁还是未知数 你不必死守高阳王一人哪 母亲 我已经认定殿下了 我这辈子非殿下不嫁了 老爷 母亲 父亲 你出去 可是 出去 那女儿先告退了 那女儿先告退了 老爷 刚刚有人来报 说那个假未央 畏罪自杀了 那是他罪有应得 与我何干 难道不是你杀人灭口吗 老爷这是怀疑我 我真是冤枉 你还想狡辩 你先害未央 但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我只是在两位殿下面前 不想家丑外洋 我不想让外人知道 我的妻子 李府的当家夫人 是如此的心狠手辣 我是想让这件事情 大事化小 没想到 你竟然杀人灭口 我说过不是我就不是我 老爷 你真要我认 我还真不知从何认起 赤云柔 到现在你还想骗我 你我夫妻多年 我一向敬重你 即便你有百般不适 我都容忍下来 不曾多说半句 可这并不代表我怕你 畏惧你们赤云家的势力 我是希望能够家族和睦 可你呢 仗着自己是赤云家的嫡女 就有恃无恐 肆意而为 夫人 风儿死了 你我唯一的儿子都没了 难道你还不能醒悟吗 风儿的死 谁才是凶手 是李未央 近日你居然为了一个杀人凶手 来指责我的不是 看来你到现在 什么都不明白 皇上虽然忌惮赤云家 但赤云家势力庞大 数大招风 此次事情若是弄大了 你想想会有多少人趁机而动 我一样性命难保是小 我的官位也难保 朱连九族是大 到时候 连你们赤云家都会受到牵连 牵扯之光 非你我所能阻止 你明白吗 施可而止吧 夫人 我现在都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 老爷 我所做的这一切 我都是为了老爷 为了我一对儿女 我为了整个李家 你住嘴 老爷 看来 再让你掌管李家事务 恐怕难以服众 我会禀告母亲 让二弟媳代替你掌管家务 老爷 你不能夺了我的管家之权 你让我赤云柔 今后有何颜面待在李家 你且给我安生一段时间吧 老爷 你不能这么对我 李未央 我绝对不会认输的 我绝对不会让你阻碍我 昌乐的前程 你先出去吧 娘 你到底是谁 我的女儿未央 是有一处胎基 却并不是在手臂上 而是耳后的朱砂枝 而你 没有朱砂枝 你到底是谁 我的女儿未央 她又在哪里 娘既然知道我是假的 为什么之前 一直都没有揭穿我 因为我知道 她也是假的 她抱着我的时候 我偷偷地查看过 她同样 也没有朱砂枝 娘 这 这 你一定见过她是不是 你一定知道她在哪里 卫阳 卫阳她已经死了 死了 怎么会 怎么会 我知道她一定是出世境了 要不然 她不会不回来见我的 她 她是怎么死的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她是怎么死的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忙住卫阳 你有什么目的 我与卫阳相拥 她的救命之恩 我尚未急报 我 卫阳临走之前 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娘 她叮嘱我 一定要好好照顾好娘 娘 害死卫阳的人 就是吃云肉 你 extrem Will wissen 如果我一颗心被你俘虏 就流浪在你怀里的过度 乌烟你手掌心的纹路 继承我的追逐 如果你每一度挂着孤独 就抚摸让你冰山化成湖 我陪你风得任性糊涂 笑的泪也模糊 就一眼爱变成一种天赋 心跳在你面前拥有温度 我为你开始领悟 忘掉明天和假如 幸福就是满足 就一眼爱变成一种天赋 不自觉能牵你笑抱你哭 我为你有了旅途 不管你天涯几步 我都不在乎